在整个2016年是吴雪松 我觉得是他一个突然爆发的一个年份 吴雪松还是 这是一个后手拳 雪松有点大意了 对 和尔赛非常灵活 而且身体的姿势的改变 往往躲过雪松非常直接的进攻 对 他的攻击路线比较多 漂亮 漂亮 标志性的前手摆拳 拿回一城 是的 我们看但是雪松的前手还是有点低 对 又试一次 你看又试一次这种 他是从上往下去压过吴雪松的前手 雪松防守的前手 对 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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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 哇刚刚又是一个前手后手前续几次 哇 前手 我维生救了 这 我们看 和赛还可不可以 前 其实前两次重击和赛是一个倒下 但是维神阻挡了和赛倒下 漂亮 吃力 broad 垂直 直 躊到 战 cond 继续 短短不到五分钟的比赛时间 四次KO 四次动机 收拾 对 对 我们看一下 雪松也是挨到重击 不过河赛的左右直拳还是相当准的 而且攻击距离非常的长 威胁性也很大 躲过一个转身跌拳 漂亮 第一个前手 这个时候河赛就已经有点晃了 一个躲闪 直接倒下去了 直接倒下去了 你看一模一样 真的是 在雪松身上真的是 但是我估计在以后也会有更多的这种传奇性的比赛出现 标志性的前手摆拳 对 而且这个动作躲过了对手的转身边权 本场比赛经过猜判的采定 红方选手在第二回合 1分34秒 KO获胜 And your winner by the right corner one by knockout